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最近我参加了有机会参加了就是2014年就是国家的联邦的产生预算的国会 可以过去世的我 我觉得咱们华人要更加多的参政很重要 因为我们觉得华人呢 当然了我们华人有很多的特别好的传统 但是华人对政治这块呢还是我们觉得已经改进了很多了 我已经看到很多 但我们觉得还需要再次赛利 那我呢就希望做一个 是吧 也不叫领头羊 我就希望开一个头 而且我希望呢把这个头都开成功 四年前我监选过公职 那四年前的公职 当然我确实低估了工作能力 我觉得议员三个星期就能拿下来 后来发现了要真正的成为议员 要真正当选上了 除非那帮人当六合彩的 那一定要努力工作才能够有机会 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议员呢 这一点很重要 尤其是现在呢 我觉得为什么今天呢 实际上是联邦大选是明年 明年 那为什么我希望就现在工作呢 那我相信 那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要能够了解社区 也让社区能够了解我 很重要 那这样子呢 我就希望咱们社区才能够投出一个正确的国会议员 那是谁 我相信我们的Scarp Notes 就是 英文名字就是我 那一定是的 那我相信我当选上以后 不仅仅不会让我们华人失望 而且我相信咱们的社区一定会更加棒 为什么 大家看到我的 看到我哈 尤其我现在特别鼓励我们一帮企业家朋友们 咱们到了加拿大以后 咱们怎么样为加拿大经济做贡献 那我自己呢 作为保守党 那刚才呢 我们呢 现实的记者 王强先生呢 已经采访过我 为什么 oh sorry 慷慨 现在记得慷慨呢 已经采访过我 为什么我选择保守党 我呢 是很多年了 我觉得保守党有六个字 三个英文字哈 六个中文字 第一 保守党比较务实 我呢 也是个务实的人 第二个 保守党喜欢搞经济 我觉得老百姓的口袋里面就得有钱 第三个就是税收的问题 所以我是 我们在座同学 在座的朋友 都研究过咱们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古代 只要这帮当政的 来什么 科据纳税 经常挣税的 必然会倒台 所以我觉得保守党政府 就是有一个低税的理念 三个字 第一个practical the first one is practical second economic sold low tax 这是我所需要的 所以我就希望呢 咱们在座的 在座的咱们的朋友们哈 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加拿大有很 有那么几个党派 我 保守党 为什么我喜欢 就这几个字 第一个就是务实 第二个 保守党善于搞经济 第三个 保守党递税 那我自己本人呢 我是身在上海 但在中国呢 生活过几个城市呢 我也跟大家说 我生活过 我身在上海 那肯定生活在上海 工作过在上海 然后在安徽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安徽从上海的会长stay了 也过来了 我也请他过来了 然后呢 我主席江苏 我在江苏呢 也是我高中的教育 我在东北黑龙江戴过去年 在北京也工作 学习过一段时间嘛 那完了以后呢 在美国 在多伦多 我在多伦多17年了 在多伦多17年呢 一开始呢 实际上是 我是学习为主 我是学的经济 因为我自己本人呢 是工程的背景 工科的背景 但是呢 搞教育这一块啊 搞教育这一块呢 应该是这么讲 我是从大一开始 就曾经开始办班 因为我觉得呢 要看到自己的擅长 什么擅长呢 因为我觉得这点就很重要 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也是的 因为我现在呢 主意是教育 但是呢 也做一点点投资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座的家长们 将来如果孩子们遇到这一步话有问题 我希望大家 你们一定要过来问我 那有家长问我呢 需要是当上议员以后 你还这么便宜见人吗 那当然 那更加要便宜见人 否则我想下次你们肯定不选我了 肯定不选我了 这是我的理念 所以我在想呢 教育这一块呢 那在加拿大呢 我做生意做了14年了 大概可以看到几张照片 那我们呢 做了第一期 也做了第二期 现在我在做第二期工程呢 第二期的工程呢 是二十万尺 是在这个黄金地段买了块地 所以我就希望呢 咱们我自己作为哈 加拿大不是保守党搞经济 我自己是保守党 咱们怎么样创造工作机会 怎么样去搞经济吧哈 那我自己 我也经常跟我们同事们怎么讲 我说咱们到了加拿大 咱们就按照加拿大的方式去走 咱们就多挣一点钱 知道吗 给加拿大贡献两方面啊 第一个是税数的贡献 第二个我就是智慧的贡献 智慧的贡献 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资料了哈 因为我自己呢 有时间 对政治的观察呢 是我一个一与二号 是我一个一与二号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你们有时间哈 呃 大家呢 可以点评一下 因为我不敢说 我讲的一定就是对哈 一定就是对 但我呢 至少反映了 我对加拿大有些东西的认识 认识哈 所以我就希望 我就希望大家所有的哈 我在座的媒体朋友们 在座的父老乡亲们哈 其家朋友们 好朋友们 包括我的太太 今天也来了 我就希望呢 大家能够支持我 让我们的华人主流的声音 把咱们华人主流的声音 带进咱们主流的国会山庄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行 好吧 谢谢大家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这个游戏活动呢 是这样哈 分成两步走 因为我现在呢 还是在工作提名阶段 提名阶段呢 他需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 他就说 有多少人真正的支持你 actually能够support you 所以现在的这个选区呢 也有很多的会员哈 他对会员那个要求 我建议大家哈 你们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这是我的风格 我希望大家到了加拿大 选择了加拿大 加拿大没得错哈 加拿大选择对的 加拿大很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 要爱这个国家哈嘛 因为我们已经加出来了 加拿大就是咱们的国家哈 咱们加的 加出来了 不要再退回娘家去哈嘛 这是我的口哈咱们在这边 加拿大你看 国家这么大 资源这么丰富 我就是加拿大很好 加拿大很好哈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就想抽款晚宴的事呢 我想我们对那个呢 也有些要求是呢 我在3月1号 3月1号呢 大家可能看到了 刀子数哈嘛 对不起 那抽款员那个单字呢 单独给我发一下 那有呢哈 那最后呢 有一张哈 在3月1号啊 真命也有 真命也有呢 我就希望大家也能够支持我 好 在哪里呢 我们3月1号 这个super buffet 他这个呢 抽款晚宴呢 有退税政策 什么退税政策呢 或者说 如果是100块钱的税收呢 我们的成本呢 因为晚餐呢 每个人大概是30块钱 实际上是27 有了哈 有了哈 好 是这样哈 所以我们希望 我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哈 所以我就希望呢 大家呢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及时支持我 3月1号 3月1号 我们呢 因为星期五呢 怎么讲 因为我现在也不敢说 哪个部长一定要来 因为星期五呢 哈布总理正好有另外一个活动 已经邀请我去参加 我会去 好吗 但我希望呢 星期五的活动 星期五活动呢 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每个人想去就可以去 因为我确实能控制 我相信呢 就希望 咱们经济以外呢 搞经济以外呢 大家对政治这一块呢 还是要懂一些 还是要懂一些哈 所以我希望呢 3月1号的抽款晚宴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 我们就希望呢 因为咱们的华人呢 我向我对保守党的看法吧 保守党看法呢 因为现在呢 保守 你这个人特保守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怎么理解呢 我在想这个词到底是 翻译上中文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说 要做事一定要有 留有余地 应该是这么想知道吗 因为我自己是做工程的 你想做工程 你不能说家里一百块钱 你不能花成一百二十块钱吧 那我们叫保守党的官邻社 家里有一百块钱 最好花八十块钱 还有二十块钱 怎么说 咱们备战备荒 伪人民知道吗 伪家里 所以我觉得保守党 尤其经理的预算 我现在经理预算呢 那个两本后书呢 那个 我也两本呢 那个后的书呢 看一下 那个竞技预算 来 thank you 给我看一下 所以我就希望呢 我就希望 大家呢 就是 还是 还是一句话吧 3月1号 也希望大家过来好吗 希望大家过来 希望大家过来 希望大家过来呢 但是呢 这个党呢 对这个保守党内部呢 管的还是比较 比较严格的 他必要中规中矩 所以我在想啊 你们有朋友 这是今年的财政预算 大家有朋友 你们想喜欢的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 江家里 自由党 那倒不是 他是个新的选区 这个是个新的选区 新的选区呢 是原来的 红河区的部分 原来的 埃典格区的部分 所以组成了 Scarbinos 是这样啊 Millian 以西 我看哈 Millian 以西 这款呢 仍然是埃典格 那我这个呢 Millian 以东这款呢 所以Scarbinos 是这样啊 是这样 好 这些是传统上的人的话 是支持 自由党还是保守党 支持保守党 上一次选举 大家同意没 大家一说 上次呢 就是咱们选举 大家 所有的华人 都是投 这个选举都是投保守党吧 所以呢 我也增加了很多的薪金 华人 我之前说是华人 因为我们有统集数据 华人都是支持保守党 华人都是支持保守党 这样 好 好 好 什么时候这个 你会认为这个 提名 党力提名 大概还有一到两个月左右吧 的时间 然后呢 是 然后呢 我现在需要一到两个月呢 我们现在还在提名 多少这个候选人 候选人呢 现在正式宣布参选的就是我 正式宣布officially officially就是我 您觉得保守党对话是吧 其他党派呢 其他党派呢 因为我们相信 是这样 我们现在 我觉得关注的是 其他党派呢 我有所关注 但是其他党派呢 现在好像 我也听说了一点点 他们也是在有一些 在默默的工作的 因为我们在相信在哪里呢 因为这国选区啊 明年 肯定是 保守党的选区 候选人胜充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选区呢 上一次大选 就选择的是 所有的保守党 实际上是非华人 候选人 也都是华人 都选择的保守党 是 是 好 另外是总理办公室 为什么总理 这样因为 呃 我也是默默无闻的 在党内 工作了 很多年了 很多年以后呢 他们也知道我的想法 所以呢 有时候呢 我也是 跟他们 呃 咱们作为 毕竟要做智慧上做些抗拒病选嘛 抗拒病选嘛 抗拒病选 所以他们就说了 叫他开本你应该来 后来呢 他们是我算是特邀的一个嘉宾的 特邀的嘛 特邀的 特邀的 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做了工作 就看大家 我觉得这次讲了 你做了工作 大家就会认可你 从来这个培竞考的这个事业 你还参加过什么其他的事情 啊 就是 就参加过一次 事业的进去 其他没有 那你不是说上次去过那个 这个那个 结合一阵的那个帮忙吗 哪个啊 你没政府参加 对对 那在哪呢 那是做义工的 对对 做了很多帮个帮个很多义工的忙 也干业做义工的 你说对保守党做了很多贡献 除了这个义工 还是做了一些义工 我觉得在哪里呢 第一个 我觉得保守党理念上面的事实 啊 保守党理念上面 你看我写 实际上这边呢 看了 我刚才呢 看了又写了很多文章吧 我写了这个 女性恋爱 一会给你一份好吗 我写了很多的文章 写了很多 我就是知道 这个保守党家的观念上面 知道吗 第二个呢 我就想啊 呃 我们就是主要 这点是最重要 好吗 同时我觉得 这点是最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在 跟老板系 不是说价值观念吧 我们就觉得 呃 各个党派 都需要一个使者 应该说 在各个社区 做一些使者嘛 所以我在这方面 因为我自己呢 比较忠实的保守党 我呢 也讲的真话 因为我刚才说了 保守党四个四个字嘛 六个字 一五十 第二个 他是比较向前搞经济 第三个就是提倡低税收 啊 低税收 是这样 你这之后被提名 有多大信心啊 现在是信心满满 多大可能 百分之八十 啊不 那还不止 我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是是 是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经营在这 是吗 我自己做事的风格 自己的为人 自己的能力 那决定了 而且我觉得一定会选我 我相信老百姓 百分之九十八的老百姓都会判断力 所以我有百分九十八的希望会赢 好 好 好 谢谢